文章来源 VOA 两级海外华人遇袭事件近日登上微博热搜 引发中国网民热议外国的极端民族主义 对此观察人士说 正值各界关注中国仇外情绪之际 中国确击类似的排华事件来反向操作舆论 恐易在平衡或洗白中国对外籍人士不友善的形象 中国相继发生美日公民遇刺事件后 腾讯 抖音等多个社媒平台也出台台外言论的整治方案 被《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解读为 反映了中国官方的意志 让官方看似出手整治之际 两则海外华人遇袭消息却迅速登上微博热搜 重燃中国网民的民族情绪 两期海外华人遇袭事件等微博热搜 首先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华裔副校长兼发言人张本恩 Ben Chang在校外街头遭美籍男子辱骂 头部遭金属水平殴打 据张本恩指控 施暴者对他大吼滚回你的国家去 纽约市警局初步调查后 列为仇恨犯罪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6月28日 率先报道张本恩遇袭事件后 中文媒体也大量跟进 这条新闻在6月29日登上微博热搜 当时正值日籍母子和一名保护他们的中国人 在苏州遭死后 中国网民热议国内仇外情绪之际 7月1日 中国驻西西兰奥克兰总领馆发布新闻称 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当地的公交车上遭不明身份人士迟泻袭击 面部严重损伤 中方已向奥克兰警方表达严重关切 一日 遇袭的16岁留学生 及当时出手相助的75岁华裔长者 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直指 施暴者已为毛利人 对此 微博大V平原公子赵胜发文称 这才叫极端民族主义 看到不同长相的人 直接上去殴打 凌辱 甚至是谋杀 他还说 中国从来没有极端民族主义 美国 日本 欧洲都有明显的极端民族主义 你们没看到 那是因为媒体从来不报 从来上不了热搜 中国两手策略洗白仇外形象 针对这两起排华仇恨犯罪 观察人士说 引发中国网民热议的时机过于巧合 因为中国网络言论 长期受严密管控 若非中共受益 恐难广泛流传 美国圣汤马斯大学 台湾与东亚研究计划主任叶耀元教授分析 美 日公民 分别在吉林和苏州遇刺后 外界处指控北京长期放任 甚至助长极端民族主义滋生 还直指中国排外情绪高涨 恐导致外资撤离 他说 这绝非官方乐见的走向 因此 北京在给予洗白仇外形象下 看来已使出两手策略 一手是遏制网上极端民族主义言论 做给外国人看的 另一手则反向操作 凸显海外华人遇袭事件 并将这类仇恨犯罪 合理化为举世皆然 非中国独有现象 叶耀元教授告诉美国之音 正向操作就像是胡锡进说的 我们 中国 要创造良善的营商环境 不应该去煽动这种仇恨的行为或言论 副相操作也很简单 不是中国人打外国人 外国人也会打中国人 所以 不是我们的错 这两种操作都可以洗掉 原先中国人攻击外国人事件 叶耀元说 张本恩在纽约遇袭十多天后 才在中国引发热议 且恰巧就在苏州日籍母子遇刺事件后 就实叙而言 却有蹊跷 而中国留学生在奥克兰遇袭 则由总领馆主动宣布 上层只是刻意张扬的意味 也很浓厚 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 网络安全与角色推演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吴宗汉也说 张本恩一案或可归 因为媒体蹭筹外议题热读 为博眼球而生的舆论操作 但西西兰中国留学生 一案由官方直接发布 带风向意图明显 源自地缘政治对立的种族仇恨 他说 海外华人遇袭事件非近期才有 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及频传 当时就曾被中国政府用来转移各界的问责 吴宗汉表示 种族对立的起因之一 恐源自各国的地缘政治对抗 包括海外中国人频传遇袭 如7月初被受中国网民关切的中国商人 在菲律宾遭私票案 虽数少数个案 却是国际局势的缩影 他说 中国网民的求美 求日言论一向高涨 随着近期 中非在南中国海的紧张情势急剧升温 中国网民对菲律宾的讨拔 也越来越不客气 吴宗汉告诉美国之音 这些事情往往反映出来的 就是国与国之间比较极端的对立情绪 其实已经慢慢影响到一般的社会群众 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他说 国际对立导致个别国家间的种族仇视 仍属少数 但借由刻意渲染部分个案来谋取政治利益 这操弄手法在中国颇常见 中国调控舆论之道 民族主义者吐怨气又不致失控 日本国际教养大学 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佑化也观察到 日籍母子苏州遇期后 微博随即盛行的一派说法是 海外中国人遭袭者也很多 因此 以这两起海外华人遇袭事件为所证 可见人为操弄的成分不低 陈佑化告诉美国之音 其实人为操纵的部分一定会在某种程度 我看到中国政府也想控制中国人的言论 就想平衡在华外国人遇袭事件 陈佑化研判 哥大华裔副校长在美街头遭欧 及新西兰背袭中国留学生发声登上热搜 让中国网民近期被压抑的民族情绪找到出口 但并未激化到衍生出更多的极端词汇 可见中国民族主义者刻意散播的成分居多 但其操弄手法其实是在监管者眼皮底下进行 让中国政府的舆论调控可不露痕迹的调控舆论 他说微博言论长期遭中国政府管控并审查 因此种种迹象显示 当局恐通过放大海外中国人的仇恨犯罪 来平衡中国的台外犯行